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中国城附近的一套 这种连排的房子 这个房子只有21万9千美金 确实价格上非常好 位置也很方便 比较适合一个小家庭啊 小两口刚刚过来的那种 然后它的一进门是这样的一个楼梯 稍显局促一点 但是因为它面积比较小嘛 像这种房子设计都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一个车库 这是一个一个车位的 这种房子分租啊什么的都很方便 很好租 当然它面积不是很大 往这边走就可以看到 这个有两个房间 我们先慢慢看 先去一个房间看一下 这边呢是一个套间 然后它是有洗手间的 这个洗手间可以淋浴 是一个完整的套间 里面是淋浴间 然后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刚才那个房间要大一点 然后铺着石木地板 是个主卧 这样的一个房间 主卧的洗手间就明显的比刚才那个洗手间要大 淋浴间也稍微大一点 但是这个主卧的洗手间是有一个洗手台的 它不是两个洗手台 因为它总体面积只有1348尺 这边呢就是洗衣房 像这种连排的别墅的洗衣房 都是这种一个小柜子 把洗衣机和根基罗在一起的 这样比较节省空间 好 我们现在可以去二楼看看 二楼是活动的区域 是客厅啊 厨房的区域 这边就是一个客厅 然后旁边是一个厨房 二楼也是木地板 然后有一个小阳台 这样子一个构造 其实我介绍这样的连排不是非常多 今天介绍这一套主要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离中国城很近 离市中心也非常近 而且它整个房间是没有地毯的 每个月的物业费是250美金 在连排别墅当中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物业费了 地税也不是非常高 那很多的连排别墅有的物业费300多400多500多800多都有 所以250美金一个月的物业费在连排当中真的是非常低了 并且它也是封闭社区带大门的 所以很符合刚来休斯顿的小年轻啊 或者是在这附近上班的人特别的合适 你看它的社区也非常的安静 然后房龄也相对还比较新的感觉 所以这种是蛮难得的 我还是比较推荐这样子的 如果你买一个连排物业费非常的高 那其实也没有太大意思了 然后这边呢是有半个洗手间 就是在客厅里可以上厕所的这个洗手间 然后再次夹准备 然后呢 这个房子它是有个小院的 就在这后边 就这样一点 但是你看它有几个电线杆 因为这种连排 它挨得比较近嘛 没有办法 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从这个门也可以出来 但是这些院子不需要您打理 不需要那个独栋别墅 这院子都要这个主人自己去管 这边不需要